由农娘署东区分署辅导龙凤甲良植稻米运销合作社举行的 111年度花莲有机米创意料理米食季赛29号举行 农娘署东区分署表示有始祖入围的队伍 从花莲南到北各个优秀选手到场比赛 肯定每位入围选手都非常用心准备 具有在地特色也做出最棒的料理 由农娘署东区分署辅导龙凤甲良植稻米运销合作社举行 111年度花莲有机米创意料理米食竞赛 10月29号如火如荼的进行 农娘署东区分署表示总共有十组入围的队伍 从花莲南到北各个优秀选手到场比赛 肯定每位入围的选手都非常的用心准备 具有在地特色做出最棒的料理 我觉得农娘署来合作者来办理这个活动 也是需要说能够因为我们的有机米来更激发 一些创新的食材 能够让这些产品能够更丰富 能够更吸引消费者 这次参赛选手当中有家庭主妇 餐厅业者也有玉里高中餐饮科的师生 也都一起来参加 每一队的作品都能看出米食的创意 这个料理是以有机米跟 以我们原住民的那种特色菜去做创作料理 然后我们原住民的特色菜是 就是蝸牛跟那个常见的那个野菜 还有一些调味的料 然后去熬煮出来的汤 然后我们的米是用白米 糙米跟红底米 然后再加上米 那个一些可以调色像是蝶豆花 那个姜黄 然后还有红薯 去让它颜色有那个更多的城市的 主办单位表示 这次透过有机米创意料理比赛 能够带动有机米的食用 藉由创意料理更能吸引消费者的青睐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 再见